而艺人寇乃馨日前上大陸节目是真情告白 她说自己曾经因为一时呈口舌之快 对老公黄国伦说 你离过婚了是二手货 这句话呢伤了黄国伦的心 这是寇乃馨曾经一时气愤 对老公黄国伦说的话 日前她到大陸节目上讲到这段往事 频频是累非常后悔 我抱着她哭惨了 我觉得越会说话的人越容易用你的语言去伤人 越会说话的人越容易用你的话语形成一种暴力 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有可能是一个家暴者 但这段真心告白也让13亿人看了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们不要讲出那句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话 因为我们一次成口舌之快 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会不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 另外他也提到除了老公黄国伦伤害最深的就是爸爸 因为父亲一直反对他跟黄国伦交往 寇乃馨却气到口出恶言要断绝关系 事后他非常后悔 而这段影片也让许多网友支持而疯传 但是也有网友不买账 认为这是一对炒冷饭的夫妻党 看来被封为演艺圈最后一个处女的寇乃馨 又成功掀起另一个话题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